早前接了一宗工作 要做400平方呎左右的太陽幕 首先去供應商 拿樣板給客戶挑選 選擇顏色 供玉線騎士必先利棋器 買一張功夫椅子 吸塵機 噴水壺 鏟刀更加不少 因為靜電會把灰塵和頭髮 吸在太陽幕和玻璃上 所以在貼幕前 空間環境盡量做到一塵不染 進去也要穿鞋套 要做好吸塵 清潔玻璃的工作 這是中性PH值的洗潔精 貼太陽幕 這支廣告畫 也是用它 在貼幕前 就要先噴濕它 做清潔 把刀子打橫行 不然水會滴在自己的手上 現在聽到的聲音 就是沙 來的 現在聽到的聲音 就是沙 來的 這塊舊刀片 剷完幾塊玻璃之後 已經平了 跟新刀片 是差很遠的 新刀片的刀鋒 舊刀片已經 已經磨死了 所以要換新刀片 才繼續刷 刷完玻璃之後 再噴多次水 然後用膠刮 再刷一次 整個過程 最困難是清潔玻璃 然後是量尺寸開料 開完料之後 鐵膜的時候 兩邊都噴濕 踏上玻璃之後 用膠刮 刷走水 可以 完成了一個多月的太陽木工程 切成這一刀就完成了 完成了,收工 這是什麼?叫霧化玻璃網 要搭電 按鈕 這些都是防止外光嗎? 全都是防止外光 現在可以用Wi-Fi 用手機的Wi-Fi 不錯 一平光尺 收到 十尺起